11月27号我们会赢给大家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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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是我们独家报导 信仪乡圈呢 即将要掀起了一波顶级饭店大战 这是法国顶级艺术酒店 10月份即将要在台北开幕了 瞄准的是金色塔顶端的客层 而且呢 饭店的装滑 就像是在大玩视觉艺术一样 时尚感非常的强烈 巡洞呢 大概有160间客房 全部都是走大皮术的空间 当然定价也是走高价位 坐上一个晚上的至少一万三起跳 需要赏赞信仪区的五星期饭店商机 而今天呢 是由蔡晨阳来亲自操兵 我们的独家时期 在每个角落大玩视觉艺术 前卫的装潢风格 这间法国酒店 就像是从美术馆中跳了出来 你们是第一批者的精英 那我知道 这个是之前已经很开始 我今天早上 挤得有点晚 因为昨天很惊讽而来 后来没有睡好 负责引进饭店的韩社集团董事长 蔡全娘和夫人赖英里 在员工训练大会上 鼓舞士气 因为为艺术饭店 找来一百位设计师打造 从大门 咖啡厅到门面艺术 包括的诗华洛士奇水晶灯 都挥洒着艺术创意 整间饭店只有160间客房 每一间都有个人风格 酒瓶大小住一晚至少要一万三千元 比行情价还贵了两千 另外还有六十间大约二十平的套房 大约是标准房的两倍大小 最贵的房价住一晚将近二十万 那进来以后我们会闻到我们 表演01的一个香水味道 我们在电厅里面呢 也有我们特别挑选的音乐 瞄准顶级课程 却连饭店早餐也是最顶级 给麒麟三星主厨打造七款创意早点 进入新银区五星级饭店的一级战区 用艺术和高价位区隔市场 和临近的饭店准备正面对决 东西文权声中央程 还有报道 有钱人吃了起高档饭店 但一般的基层员工薪水的